鄧師傅如何將大聖帝掛盟融合的過程 如果講到我們香港大聖帝掛盟 你可以這樣講鄧師傅是過種 那我師傅陳秀忠就發揚 因為我師傅很沒人和 他爸爸都是我師傅 陳家泰 亦都是等到我師傅的同體 一個是戰前的 兒子是戰後的 兩個父子同學一個老師 同學一個老師 因為我師傅陳家泰 都是一個小學家庭 富裕一點 富裕一點 學習得多一點 這是正常的學師 我師傅是十二歲 正式跟吉德海師傅 學功夫 學醫療打 以前拜師現在交學費 你以為拜師就要付出很多東西 我師傅背後就會在台坑踩一輛單車 就去師傅堅達捕捉到 幫手開盆 醫療打 玩肉傷 沒有人有空練功夫 到晚上吃完飯你就回家 這是全職學生的做法 是全職 所以我那時候學一年 好過一家學十年 你經常跟著師傅 師傅做法你就做 師傅去哪裏 跟著哪裏 當時我這個師傅 跟現在是有同事 到二十歲 我師傅正式開盆 而二十歲就是一九五四年 五四年 正式開盆 最初開盆 都不是自己真的演過的 都是在大坑 在東福聯會 做一個國術部的主任 慢慢呢 再搬到門沙街 再搬到現在天后記事集的對面 一直做 我師傅曾經也有幾個 包括特殊的華大坑 亦在皇國三公街 華美大廈 有一間古門 那時候只有三年二十歲 那時候因為功夫二朝 學人數是十分之多 那時候很旺盛 我師傅也有些歷史 會帶出來 第一 1974年 就帶這個同事去夏威夷表演 1976年 這次不是表演 就是打雷台 因為那時候演藝 出了陳冠泰那些師兄 出了陳少川的師兄 的羅宗能華冠軍 那時候去夏威夷 打過一場賽事 三勝兩和一戶 成績都算很好 這次在海外 就建立了我們大政區的方法 這個名義 變成了海外的門人 也有很多 很多教館 澳洲 美國 加拿大 都有很多我們國家的門人 都有教館 另外 之外 我師傅其實對這個 國術界 他真的很前來 你能夠做到 他一定做的 我曾經有一個小小的插褲 我到現在去馬來西亞 有些老師傅 都正在講 尊尊要道些陳秋中的好事 那沒甚麼事 其實是我知道的 我聽他說 其實就是一個 執法年下 執法年9月份 馬來西亞的政府體育 曾經個人在香港 邀請了一些體育團體 為他們做一個功夫表演 為何要做一個功夫表演 原來他們因為當時困難 就將這些地方抵押了 抵押了 那教館就要縮回來 你不縮回來 那些地育團體育團 就不是精武體育團體育團 就覺得很大損失 那我就過來找師傅 那我曾經找過一個體育團體育團 一個幼會 那幼會 那幼會就覺得 幫幫忙 我已經被拒絕了 那我就來找我師傅 那我師傅就拍手 好 這些是一個武輪界的事 要以支持 那我就組織了三十幾位師傅 包括當時一些明星 那我就在馬來西亞 展開整個馬來西亞的公伴 包括猶佛州 吉隆坡 薯堡 富庸 這些地方 去做表演 當時叫做一圓運動 一圓運動 即是觀眾用一圓 就連在表演 當然你會比多一點 那終於埋單 就有三十幾萬 就足夠呢 他會送這塊地回來 繼續發展這個政府體育會的工作 所以到今時今日呢 也都 我記得 2000年 2000年的時候 我和我師傅去分成表演 有一位記者 一位同姓先生 那位記者 應該屋為七、八十歲 特地走來體育館 問 行走出的物件座 原來當時呢 他有訪問我師傅 是關於馬來西亞 做這個一圓運動的 他走來見這圈 他都覺得他很開心 這裏有罪了 那些花點身 除了我師傅 對這個魔術運動 他很支持三十五 其實我們所謂的聖年 都是因為我們的成績 都是十分之紅 我們曾經 是拿過四屆東南亞冠軍 在香港 無論是一些 初同會業務賽事 我們參加 到後期 有些職業的人 我們也會嘗試接觸一下職業決賽 雖然有勝有負 但也很希望贏得多 今天呢 那裡呢 我要將學費交給我師兄 那我為何要將學費交給他呢 因為我師兄呢 就是讀書人 他對武術都很熱心 很熱心去對待 但我才對他讀書人 他有幾次去大賽 他都成功他讀大學的公演 或者他做老師的時候 就不能夠參賽 但是我們四個冠軍裡面呢 他這個幫手就會練習 那變成四個人裡面呢 他都要有些認識 那我就是張威 我就是給師傅和師傅 和大家 講一下花邊東西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國慶就要打個中南亞的擂台比賽 我們師傅就說 咦 那不如我們出去試試比賽 發藥一下 大勝開花門 因為他們一直都沒有出去打 只是練習而已 就在本署那裡打 所以很多朋友參加 不給師公志 報了名參加 第一屆新加坡東南亞擂台擂台 包括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文萊、印尼、澳門、香港的所有選手 就打擂台 就一直同泰賽打上去 直落贏五場才會冠軍 即是由初賽上決賽 一直上決賽 本來有兩個人去的 有一個是警警察局 他不能走 就是萬里街的師兄 就塵冠下去了 聽師兄說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那個又爬打 人們不敢參加比賽 他真的沒有功夫 但是他爬 我找陳菇帶他去時下 他就操了他出去 他一出去就震驚一下 報紙又登上去 他又贏了 他不敢選手 馬來西亞選手 還有香港三個選手 三個都是很出名的香港的選手 即黃北電王那些名字 但是他們是出名的師傅 有些人是很出名的師傅 但是陳菇也贏了他們 他都知道那個天賀和盤軍 在新加坡那天 1969年 之後他那個堂弟子 陳少春 那時候我已經去房子 陳少春就是沒有師兄 他就帶我 師傅經常跟他打 不過我跟陳少春打 他差不多了 我還覺得他很厲害 不過他師兄也尊重他 那同一時代 那陸廣新 是打得海有幾個出名的徒弟 其中一個是許海 許海是徒弟來的 他走來又說要跟 因為許海沒有教他打防擊的 他見到我們師傅成了宗教 是一個冠軍 他說你不要這個徒弟給你打 即是給你教我 那陸廣新見到我又找他打一場打一場 那時候是跟他們打的 他們出去比賽 1971年 陳少春拿了輕柄級冠軍 他連勝四場 為什麼不是比賽呢 因為大家 那陸廣新是同級的 那我為了 為了不上大家師兄底 爭的一個起決 給人贏了四場 那陸廣新就只有第三 那陸廣新其實很厲害 那陸廣新其實很厲害 那陸廣新非常厲害 那陸廣新 那陸廣新 然後就有鑫蘭竹 他代言是剛期以前學學學雄拳 他代言是不同老師 那他就說我要數以日 一來都說不是學功夫 我要 timeline 很厲害 我開始抗出amps 你好分 我又有個師兄 這樣看我 力度相受 如果是勝出 第一次他输 所以他发挥了威力之后 没有人亦都会 我那时是读品大学 因为我没有参加比赛 读品大学 我住家才去管车 他说 哇 怎么这么厉害 这个师傅 我没有试过去打 我没有试过去跟这个人打 以前每个人 我都下场去打 但我看到这个闪流 那天我不敢去打 哇 这盘这么厉害 很快 我跟他那个朋友打 也不是很够 因为那时我没有练 因为经常都读书 没有练 生素 如果我早期那时打 那时我是没输过 但那些大学读书 反正就不算 打成功读书 就是 没有练 那时候他出去果然很厉害 就是1973年 在马来西亚拿了冠军 做特别的地方 香港的船首 知道他以后的句话 有一个他说 他自己说的 他是一个前一晚 他去喝茶 是我们大家打断 不用这么认真的 你也 就是你也不用这么拼命的 他就是 因为前一头那两个 那时候全部都非要做 即是 全部单打抬出去 今天协助伤 即是被他打到 我们的眼光 有点功夫 就不够了 总之 真是惨 那些高手对亲 他全部抬出去 这个人跟他打 那时候他说 昨晚他说 昨晚我没有那么出信 那今次真是 真是很拼命的 那他说 谁知道那个人拼命 底红盒都拼命的 哦 原来他叫我留守 他一打我 他立刻发火 那他就被他打了 就不定中又被打了 那这个是他自己说的 那同时就有一个刘伟文 就是 就是 英兵级第三 那就是 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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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练续三届都有一个 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冠军 就是 然后面就有两个冠军 那总之呢 陈宽太那时候已经开盘了 因为 开了几年了 190-190的冠军 他开盘 开盘了 但是那个王智慧 也挺好打的 他说 我又要参加 我说要参加 190-190年 我说要参加 他说 其实这个真的是 徒书来的 是陈冠太的徒底 陈冠太和陈木村两个 带他出来 这个黑仔非常好打的 他走去 次官说 就是 陈宽太知 你们先去那里集困 才会打 190-190年 他就出去打 又拿冠军 那个中 是中原级 半屋 之后呢 他拿石 他连续四届之后呢 这次呢 就不是那么 折衷 好像做第五届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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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都没搞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我们师傅呢 就四围去地台 1976年呢 是江北山签约去美国下威 对于一个职业拳手 美国下威 三政二和一副 王志伟 我说过 现在他受了武术道理 武术的指导 武术的指导 武术前两年 拿金马赚 王志伟 如果有一部电影呢 他扮演的部队 不知是说警察呢 很吓得他 你应该不得他 以公电影那里 经常出现的 那么他 相互无伸透 他赢了 他直接对职业拳手也赢了 周俊杰也赢了 还有陈少春赢 这三个赢了 周强呢 就对了太子 太子是29场胜的 但是他也是跟他打和 他无输 很厉害的 那时候东南亚没有找太子 因为泰国是职业招 就不准用职业拆架 所以他才没有找太子去立 王石华对这个 三大抗手们冠军呢 就惨了 因为王石华就没有一脚 只得棋 对那空手就一直踢他 他就吃他一脚 忍到很痛 就剩下他一拳 一人一拳一脚 回去也会吐血的 因为 就是打和那时 但是回到后面 就黄石华 都没办法 都是打和的 还有一个输了 那个王河东溪呢 他对他做完猛场 就是不回复才输了 对职业拳手也算是这样的 三胜二和一负 对国外比赛呢 对国外比赛呢 那次学习了每样 每个月他在认为比赛 就是比赛 王石华对铒家三展又没准备了 展文旭对赛女帆又准备了 我们不要说那些名字了 那个王志华最厉害的 我们跟他很熟 他也是很功夫 我们师傅说 160次拳赛出比赛的选手 160次呢 有60次我们大清兵华 我们的选手是KO对手 就是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曾经我们那个 郑嘉明 对这个太白拳王 叫做野猪杀起 是只有香港传手 是只有他一枪打过去坐地下 没有一个香港传手 当时那些香港的权力冠军 对他没有一个能够定够坐过地下 就是我们那个郑嘉明 不过因为他是兄弟 他以为我们担心挂兵 他不服 他就不服 他就不服 这些就用了 随便坐在地下 那个已经数了 数了 数得慢 那停官特地想起身 数到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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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开关了 没有很多奴隶 他要搭排拳 比赛 比赛 现在我们的年金 立即打排拳 因为当时他要搭博士的比赛 然后他就变成了 王志伟的儿子也很小 他儿子分裂了两个大金标大 如果看香港武士的标大金标大 如果看香港武士的标大金标大 他有很多标大 他真的打贏了 不过在这些标大金标大 因为香港的标大金标大 香港的标大金标大 因为香港的标大金标大金标大 他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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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史伟群也是盯骨 他一个女徒弟 拿到泰拳冠军争战的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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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在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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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她的兒子陳啟良在外國也有教工 她的黑人叫Richard在英棕門的交圍外賽 她也試過參賽 也試過選手 黑人的拳 用她的拳 拳拳更厲害 好像在教黑人拳拳 拳拳給她打死 黑人的拳 她的拳 無憾地戀 她的體能 速度快 她是很快的 因為她在香港的拳 未來的地方 我見過黑人在一場打過泰拳 她的拳 一個拳 泰拳 一個拳 因為第三個不為意 一個拳 有個人的錢積 用我來打多錢 好 這次講有個很好的